橫觀經濟財神到今天是2015年7月25日 我們回來做節目高輝 是的 昨天很開心 是的 昨天高輝真是讓我多謝你 駕駛一個漂亮的車來接我去做節目 不要這樣說 不過我走的時候那輛車更漂亮 是的 那輛車值750萬 是的 真的嗎 那輛牌也值750萬 是的不計學 我以前很多時候出差 都去了很多地方很多國家 我通常去一個地方 我都有一個習慣 我多數會坐的士 是的 有時候客人會接我 那些之外 如果我自己 我多數會坐的士 坐的士我多數會跟當地的士司機聊天 是的 譬如一個行程 你可以去兩三個禮拜 這樣做事 每一天坐幾次的士 其實你聽到很多東西 你可以了解很多當地的情況 嗯 昨天我叫坐的士司機 股市其實已經影響到你的生意 他回答我 非常之影響 十分之影響 非常非常影響 是嗎 是的 他說原來股市 股市一好的時候 因為昨天 我晚上一走 他駕駛夜間的士 他說夜間的士是很好生意的 但是股市一跌 生意就沒有了 為什麼呢 很多人又不捨得出來玩 吃飯又不會出來吃 沒什麼心機吃那麼晚 諸如此類 那真的影響了情緒 你說香港果然是一個金融中心 哈哈哈哈 好笑他說香港各行各月都受金融影響 這個香港的金融業 雖然你說好像佔了GDP不是很多 但是吃的影響性都很廣泛 大同很緊要 你看喝茶就知道少了很多人 是啊 我們在講過市之前 當然大家都很期待你去講多點市場的分享 那麼處理少許我的Blog的問題 阿姐 給大家一點時間 因為我終於找到 用Facebook去回答我的Blog內的問題 噢 但是因為那個Facebook帳 我純粹是為了回答我的Blog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那個Facebook帳 我就沒有什麼更新的 很少想去看的 如果大家想 譬如說 聯絡或者留言 大家交流一些東西的話 可以用回我的Blog那裡去分享 最直接的簡單 昨天我們去錢錢錢打到來的節目 又很有趣 那個感覺 因為高輝你又在 我差點說錯了 雲觀經濟在神道 我還不想說雲觀經濟在神道 差點想說了最初的一句 之前有大家說笑 說到大家都很興奮 說回正題 高輝你又怎樣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說是用 我平時看開市的方式去看 嘗試用波浪理論的角度去看 是 因為近日有人問我 有些可能以前 學過波浪的人 問我這個 或者有些市場上 就說自己是波浪的人 就說未來會有個大跌浪出現 之後是不是這樣 未來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未來的時間是 即是在未來的意思 反彈完後 就會有急跌 令到很多人都害怕 可以慢慢分析一下 有些什麼可能性 好呀 首先 如果大家 如果我現在說 會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開圖出來 合格 這樣可能會容易跟掌握一點 恆指 我們不要看那麼遠 先看看 4月的高位 4月27高位 28621 旗子 那邊就近期的頂部 到了最近的 7月8日 22,714 差不多跌成6,000點 這段跌浪是最多人爭議的 如果純用波浪理論去數 肯定是未跌足的 因為如果要數波浪理論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5浪下跌 完結了這個5浪下跌之後 就會走一個3浪的反彈 然後再走一個5浪下跌 這個就是傳統波浪理論 看下跌 看到一個5浪下跌 就一定會走3浪反彈 再走一個5浪下跌 理論上應該跌多少 如果是根據理論的理論 你看到第一次的5浪下跌6,000點 286,000點 跌到22,700點 今天跌6,000點 現在走3浪反彈 但現在我們只是走第一浪反彈 沒錯 反彈到25,600點 也彈了差不多3,000點 即是差不多一半 對 大概一半 這個第一浪反彈 現在說有三浪反彈 接下來第一浪反彈完結了 第一浪反彈完結了 現在在中間第二浪向下調整 調整完結之後 還有第三浪反彈 第三浪反彈 也會走到約3,000點 譬如現在第二浪調整 到24,500點 走到3,000點 就是27,500點 27,500點 剛剛好 是在6月底的反彈 頂部附近的位置 也是一個阻力位 看上去就好像很合理 如果完結了三浪反彈 就會跌到6,000點 這就是傳統波浪理論 很理論化 很普遍的走法 事實上會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又想了另一回事 因為 從2008年開始 有一個上升軌 出來了 沒錯 上升軌 從這麼多年都沒有穿過 到今次都沒有穿過 就是大家用2008年的圖一路 就是用日期測圖來看 是嗎 是用1000圖來看 好 你說上升軌 是很漂亮的 那就下跌的腳就可以 拔出來看 其實你說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你很難去猜 或者去判斷未來 是不是真的這樣 是不是有6,000點下跌 你很難去猜 第二就是 這次的下跌 雖然每次下跌 之後都有很多原因配合 但是這次的下跌 其實都很明顯 是用希臘和中國的跌市 去配合才能夠做到這麼大的效果 同樣情況 在11年 歐債危機 都是這樣下跌 我覺得那也是很好的例子 是的 然後 2007年 也是這樣下跌 2007年8月17日 大期即是前兩三個星期 都是這樣下跌 恆子 向下跌的時候 很多次的急跌 硬是 好像 應該要下跌的 前半趴 就很像 但是下半趴 經常是無法給你看 是的 你意思是下半趴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變數 是的 例如像現在這樣說 因為目前情況 前半趴就跌了五個浪下來 反彈三個浪再跌 下半趴就跌到五個浪 但是過去經驗告訴我 下半趴跌到五個浪 經常都出現不到 恆子的走法很不經常 恆子的走法 其實有沒有什麼原因可以解釋到這個現象呢 因為其實波浪理論 其實正在描述一個市場的行為 是的 不是100%會跟著市場 不是100%跟著這個規律限的 當然如果一個市場 很容易受到某些力量的影響 就可以出現不到應該有的正常現象 還有Elliott當時做波浪理論的資料是根據Dow Jones 應該是Dow Jones 肯定不是恆子 Dow Jones是差不多跟著的 很多東西都做得很漂亮 因為市場的深度和闊度大很多 昨天在大師的節目都說 圖是真的大戶畫出來的 但是大戶畫圖 都有一定的根據 不會亂畫的 不會隨心所欲而畫的 因為人家會頂住你 也會有一些將法而畫的 假設市場有很多大戶 有幾個大戶是負責畫圖的 假設也是 那幾個大戶 你沒理由 每一個大戶用不同的方法畫吧 其實大戶 我相信有合作也有對手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 你可以想想幾間大公司一起做生意 有敵有有的情況出現 也有很多是異議我詐的情況 我始終這麼多年堅目 我覺得如果用技術分析去描述市況 或者預計市況 波浪理論是一個不差的工具 因為我真的發覺很多時候 市場限法都符合波浪理論的 某些情況都會很準確的 所以我都覺得大戶 其實有某些情況是用這個工具去畫圖的 根據某一種情況 某些規則都會畫的 都會有張法地畫的 這張法有一點時間會用波浪理論 但是它是否這麼普遍呢 在恆指情況下不是 市況是很誇張的 是啊 去到很極端的情況 很明顯 我們受外圍影響很大 是啊 為什麼會時準時嚴 其實很多技術分析在香港市場都會時準時嚴不準 因為事實太容易受影響了 變成這個就是所有技術分析在香港市場的缺陷 那你會怎樣去應付呢 所以你要變成你要抽離一點點 不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所有技術分析 要了解市場發生了什麼事 去再調教自己的用法 像這次一樣 如果你只數過浪 真的應該要先反彈 再向下跌回6000點 但是在現實上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呢 因為你看到那個長期上升軌要下去 都不容易到那個位 是用很多不同的條件強行推下去才做到的 那你要在之後 用那麼多事件再推回多一次 我覺得難測玩很高的 所以變成這反應是 結果時實來講 恆 energ輸已經先見底了 所以我變成了不會用向下跌的看法 就是說呢 你的看法是 這個 News Ins tego 這次事件反彈了一浪 應該 called Cuomo 然後再向上反彈 接著看伊朗調整在很普遍的波羅里論 有些描述的 描述是說成交輪縮小 現在配合了 有些人以為紅市美元會繼續下跌 其實也不是好 不能說紅市的 這是一個修正式 或者是跌市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修正式 或者是跌市美元 伊朗通常都是說跌市美元會繼續調整 所以不敢買貨 所以成交小 不妨高沽 現在基本上跟這個市房基本上差不多 但這個其實是一個幾十年前寫出來的一個 描述 到現在都更合用 所以我覺得現在真的挺像伊朗調整 但它的描述是說伊朗調整是會跌到很低的 這個我不知道 暫時很難說 過去的港股也試過幾次伊朗是跌到很低的 但這次多少真的不知道 但第一個支持位是24,800 正常來說就會跌穿 如果穿了向下去回到400點至600點就差不多是支持的了 可能去到24,400 理論上就是這樣走的 大概是這些位置 因為剛好下星期就結算了 現在很多人說下星期就見真章了 而大陸在上星期五又開始結束了六年升就開始下跌了 其實那個都是很少的 很少的調整而已 很少調整而已 你升了六天也要吃一吃糊的 是呀 升了六天之後 那會不會可能就是大陸在那些位置有人吃糊 有少少的調整之下 港股又在下個星期的結算又會跌深一點呢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時間 大戶其實真的蠻漂亮的 嗯 例如剛剛我們說的市場是走在一浪上升的 一二浪調整 那接下來是會三浪上升的 那既然是這樣 其實就是預計可能八月的市場是升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這樣去推斷 那理論上來說 大戶在轉倉的時候 那是會將指數有那麼低啊那麼低 在轉倉界 我覺得漂亮一點的轉倉界 去做八月的升市 是 這個是很合理的推斷 我覺得自己就 那變了就 我會覺得下個星期是跌多 是跌多看淡一點 我知道最近有多了很多新的讀者新的朋友來聽我們的節目 那大家先歡迎你們 所以我都會 不時會補充一些以前我們有講的一些論點 那我們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我就說其實技術分析 我會形容的是到後鏡看的路 因為你在看一些歷史的資料 你所有技術分析出來的圖都是發生的 所以你看這件事 基本上你看到過往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是利用過往那些發生的事 來做一個所謂的統計 就是統計學都是用過往的看未來的 然後去估計未來的 那之前你也有一集很精彩的介紹過RSI 是呀 有一個介紹RSI的用法 這個我都相信新的讀者 我都建議你可以去聽回我 集音回來聽 那其實那個都相信對大家都有很多幫助 我覺得這件事挺inspiring的 那說回這件事 所以你說順順了那些圖 那你當然有點糟了 因為你知道人是向前走 這件事是向前走的 不過歷史重演的確是有 很多情況會是這樣的 所以是可以用來借鏡 但是都是用一個參考 就不應該是盡順地分析下去了 你剛才說起的話 最近有人說 會還有一個6000點的跌路 很厲害的 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樣說 你說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好像每一次 這些跌市 跌到很厲害的時候 反而上來的時候 都是有人出來說一些很驚嚇的 位置給你聽 是啊 比如好像近一點 08年的時候 08、09的時候 106、76之後 開始反而上來 萬一萬二點 是不是 那個時候的市場 就傳出6800的 是呀 8600 6800 8600是比較厚度的 6800那個去得很盡 而且這些評論 不是普通隨便一個人說 而是相當有經驗 或者是很有江湖地位的人說 這樣才夠厲害 同樣道理 之後 09年我們也聽過 有些前輩 當然是很出名的前輩 又是逢高必孤 沒有希望 說得很淡 美國那些次案就沒得救了 這次玩完了 很悲哀 當時的畫面 確實很震撼 當然 我純粹說過事 我被委 就不說誰 沒有需要 我想說過事情而已 到了2011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歐債危機 是呀 歐債危機的時候 有人說 是不知四千點 還是不知 是呀 一萬點 去回一萬點 歐後跌穿一算 那時候說到歐後跌穿一算 沒有 又說到脫歐 沒有 不行 其實如果你看回我那個時期的blog 我也有 如果跟進回看 我的看法套現在也是一樣 我很多時候說 市幾時跌穿底 是很難去估計的 有時候看完之後 可能再底下也不定 你當時可能會覺得 那幾百點很重要 但事後你看回頭 你會發現 原來就是在那裡了 你的經驗就是這麼低 很多時候會打擊你 譬如說剛剛你看完 可能真的覺得 這次是基本底了 但可能下星期又再低一點 表面上好像覺得好像 好像每次都還未完 還未到 但其實如果你擺一段時間 或者看回以前的歷史 你看回 你跟進一些東西 你發覺 其實原來又是差不多的 原來是在那裡的 所以我經常說 你當投資的時候 第一你考慮一下 究竟下跌空間有多少 你的機會有多大呢 即你的直撥率有多大 而且本身你自己 你手頭上的貨 究竟是有多大的銀碼 即你的風險有多大呢 先計算一下這件事 然後再考慮一下市場的東西 是吧 沒錯 這次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 我們講一下其他東西 了